白色修理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左转 对象其实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么一撞人倒地不起 送一抢救还是敌不过死神的手 而肇事者是一名科技公司罗信副总 被家属指控背景强大 不止医院开立两种版本的诊断证明 也提早知道死因 甚至连禁警察局也有高阶警官陪同 最新画面曝光 穿白色短袖衬衫的是新竹县新浦分局长林英皇 公称授予刑事警察大队无姓副大队长的请托 来到派出所 陪证明肇事的罗信副总韩律师做笔录 但这景象让外界质疑 这肇事者与警方关系匪浅 怎么会有如此的特别服务 林分局长当天轮休 在前往派出所的过程中 并未与被害人 并未与死者家属接触 意味干涉远警办案 唯他所为欠周详 致社会大众观感不佳 本局予以行政惩处 警局干部竟然没有以身作则 调查结果出炉公布惩处名单 分局长被寄申戒一次 公关科因为代转肇事者声明书 误以公务群组发布 衍生负面于情影响警域 公关科长和副局长也受到处分 一场事故科技副总交通违规又涉嫌撞死人 都还没进入司法调查 就被指控官说还找警官陪同 警察局火速介入调查 造成官感不佳和督导部州的 通通予以惩戒 TV日新主线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